我開始列這份清單 是在我媽第一次自殺之後 我列下來我覺得全世界最美好的每件事 每一件值得為她好好活下去的事 一 楊樂多 楊樂多 我小時候很喜歡把楊樂多放進冷凍庫 然後拿出來當冰棒吃你們會嗎 會吧 然後用那個牙齒把醋膠這樣一圈一圈把它撕開 是吧 二 可以打 玩打蛋豬的鉛筆盒 讓我幫你組織一下 可以打蛋豬的鉛筆盒 我小時候超羨慕 三 過十點還沒睡 第一次真的超刺激 四 粉紅色 這是我有記憶以來第一個喜歡的顏色 五 布丁雪糕 布丁雪糕 六 手錶帶很久的味道 你們會嗎 這個味道 我會 七 很強的鬥冰 我稍微解釋一下 鬥冰是 我們小時候會玩的一種遊戲 就是兩個塑膠片 然後放在桌上 對 你動一下 對方動一下 你壓到對方身上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對方的鬥冰 那有些人會在上面圖裡可拍 讓他變很巧 我知道這個說法是眾說紛紛 有的人好像不叫鬥冰 對 但我們那附近的人 我們都叫他鬥冰 以上 是我七歲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超級美好的每件事 雖然我媽可能不這樣覺得 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九號那一天 我開始列這份清單 那一天我從學校被接走的時候 已經很晚了 我被帶到醫院去 因為我媽在那裡 在那天以前 我人生唯一一次面對過死亡的經驗 就是我家的狗狗Lucky 他要過世的時候 Lucky年紀比我還大 他是我小時候非常重要的夥伴 可是那時候他變得很嚴重 所以我們決定把他帶到獸醫那邊去 我們決定要讓他解脫 我 我可以邀請你扮演我當時的獸醫嗎 你不用做很多事情的 麻煩可以借我你的外套嗎 謝謝 麻煩你下來這邊 到這邊就可以了 謝謝 我要請你扮演我當時的獸醫 因為你跟他有類似的氣質 尤其你又戴著口罩 請你扮演我當時的獸醫 我是七歲的我 那在我手上的這個就是 可憐的Lucky 其實我們認識 因為你是我們班同學的媽媽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進到面的時候 你就會對我說一些安慰我的話 像是Lucky要去當天使囉 Lucky要去當小天使囉 我聽不懂他什麼意思 因為我才七歲 但是我很願意相信他 因為他看起來很誠懇 請問我可以跟你接支筆嗎 還是有誰有筆嗎 可以嗎 可以嗎 這裡有這裡有 好麻煩你 你拿著就好 這支筆 它是一支針筒 而且針筒裡面有麻醉藥 這幾兩多到足夠讓狗狗失去意識 讓他呼吸系統 循環系統變得越來越慢 然後最後有人睡著 待會我要請你從這個地方 走到這裡 在Lucky的大腿上面注射麻醉 在這邊有大腿上面 好 謝謝 謝謝 你做得非常好 但是呢 在這個場合可能剛才 有意思是笑意都好像不太好 所以不好意思 我們可以再來一次嗎 我們再來一次 在這邊就可以了 再一次 好 待會兒我們先稍微深呼吸一口氣 好 那你準備好之後 就可以走過來 出聲麻醉 對 好 好 輕輕輕輕摸著Lucky的頭 我抱個Lucky 我看著他死去 然後我想到我們那天早上 在一起出門散步 想到他的玩具 他的碗 他的窩 還有他在我房間裡的味道 而那些東西好像從今以後都可以丟掉 某一刻我意識到他好像變得越來越輕 還是越來越重不太確定 但就是不太一樣 這就是我第一次面對死亡的經驗 一個我深愛的生命 在我手上變成了一具躯殼 然後永遠離開 謝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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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煩你走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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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